除了医生的医术的协助 真正照顾病人就是护理人员 眼眶泛泪 雨带哽咽 回忆起前年陪伴母亲住院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医护人员24小时不离不弃 让东森集团总裁王令玲 尽是不舍于感动 如今正值防疫期间 又看到这群无声英雄站上前线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他宣布捐出价值超过3000万的 东森自然美保养品 并由护理师护士工会 全联会理事长高静秋代表接受捐赠 从来没想到有这个 就是说我们只会照顾病人 竟然有这么多企业 愿意来关注到我们护理人员 而且提供这么实用的东西 那主要是看到我们这个 长期戴口罩这样子 然后对皮肤的一个伤害 第一线防疫医护 长时间佩戴N95口罩 脸被闷着不透气 容易敏感不适 还会压出勒痕甚至破皮 令人看得心疼 东森集团总裁王令玲 体恤他们的辛劳 将免费提供1万瓶 市价超过3000元 具有修复功能的 东森自然美瑞生医美籍进化乳 一天要8小时戴口罩 造成他们确实皮肤上 有很多的不舒服 所以我们就主动提供产品 给这些第一线辛苦的员工 希望他们在努力工作 尽心尽力自己 不要伤害自己的皮肤 除了向辛苦的医护人员献上一份心意 秉持着别人做生意 东森做工艺的精神 东森也领先同业 推出东森农场 发挥通路力量 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小农 渡过难关 在2月底3月初 很多农产品就产生了滞销 所以农委会的陈主委 来到我们购物的平台 我们帮他销售了四家 台东的四家 屏东的农板石斑 都有很好的销售成绩 让弱势的产销 持续能够恢复 东森20年工艺回馈社会不遗余力 集团总裁王令玲表示 将持续配合政府政策 以实际行动力挺医护 帮助小农 同时他也预告将分别 与台南市长黄伟哲 花莲县长徐真卫 合力推广台湾在地农产品 号场会员一起发挥爱心 来照顾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胡志欣谢盛凡采访报导